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次机在花莲和台北 各有一场玉佛大典 庄严盛世倒数即时 您好 欢迎收看5月12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前夕 国道上演了这一场超级宝贝任务 由俗称有红斑马的国道警察 为几产的孕妇来开道 从中立的休息站 一路展开了神救园 护送到了产房 而最后这对母女是军安 1881900呼叫 民众来电有孕妇在车上 以及破水需要引导送医 目前在中立和武断门口 黑门赶快过去卸足 接到任务 正在俗罗中的国道远景 加速前往 当事人已经站在车外 见到红斑马赶紧挥手 我们要去让大志明 进化部门 来 谢谢 谢谢 事情发生在2月27号中午时分 这位驾驶严先生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 突然在中立休息站破水 非常疼痛 郭道警察一路鸣笛开道 下交流道进市区跟时间抢快 16分钟的路程只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就抵达 那你太太吧 那你太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快生产了 快生产了 终于松了一口气 赶在妻子生产前平安抵达医院 有很多水出来 然后紧张 我也紧张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打给那个国道警察 叫他帮忙我们 他说叫我不用担心 然后他会出来帮忙我们 一路民敌帮我们互动到互产科 我们也是很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 刚出生的小女婴躺在妈妈怀中 样貌乖巧可爱 严先生也在当天 立刻传简讯给国道远警 谢谢他们的帮助 让母女均安 其实我是刚从警没有多久 那当然这份职业之后 才真的说这份职业 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人 就最少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 他们母女都是没问题的 对 也是蛮开心的 也是主要是谢谢那些用路人的礼让 自己的太太也是 有怀孕的状况 大概是比较容易感同身受一点 对啊 人民保姆和时间赛跑 不把救护责任往外推 国道警察将影片 PO上粉丝页 在母亲节前夕感动了无数网友 大家许王今天科兴至桃园报道 很多女性都渴望当妈妈 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偿所愿 今天在一场孕妈咪的走秀活动上 就有一位准妈妈坦然分享自己 本来怀的是双胞胎 但其中一个胚胎来不及长大了 而她希望现在肚子里仅有的一个小宝宝 能够安然产下 打扮甜美 孕妈咪挺着大肚子走秀 怀胎十月 是女人一生中幸福难忘的时刻 我们希望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秀一下 目前怀胎七个月 肚子里的宝贝得来不易 亚云妈咪受孕困难还曾经小产 她跟先生感情好 一路互相扶持 早期胚胎还没有看到心跳的时候 其实妈妈都会很紧张 对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对 那其实我们都希望宝宝能够健康 保持乐观的心情最重要 对 在不管遇到什么样困难 就是要乐观面对 春日的发肚风 身穿桃红礼服 惠子妈咪大方走秀 原本怀双胞胎 一个宝贝自然留掉 三个多月的时候 对 就发现有一个没有心跳这样子 对 就剩下一个妹妹这样 全身腰酸胃痛 还有她常常会 因为那个胎儿压迫到她的胃啊 所以她会胃时要逆流 晚上常常都是要坐着睡觉 平常要照顾大宝 还要忍受孕期身体的变化 这就是伟大的母爱 好 妈咪我爱你 大爱新闻黄子林 蔡玉凯 台中报道 十年后的台湾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今天一场座谈会是由 蔡英文总统对上各高中的学生代表 跨世代的面对面正面交锋 而学生们的问题呢 最多还是环绕在 攸关台湾未来的人才竞争力 高科技人工智慧时代来临 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你能预见十年后的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周刊举办座谈会 高中生和总统蔡英文面对面交流 有不少人是担心自己未来的出路 生产方面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会交给机器人来制作 那AI机器人将取代目前台湾49%的工作 在一个数位时代里面 你的数理能力要好 你的数位能力要好 我们的教育里面都缺了一个东西 我们期待你们这个时代可以补习的 就是系统整合能力 今年提案内容有国际关系 未来质押 公共议题和公民素养四大方向 但不外乎最后都会绕回到人才外流 缺乏竞争力的议题探讨上 国外大学和产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 高额奖学金和学习环境的吸引 造成人才外流问题越来越严重 第一个你们的语文能力确实是要自我检视一下 第二你对外国的文化思想和生活 是不是有足够的认知 年轻学子的提案虽然有些青涩 但关怀的面向却相当多元 也希望透过跨世代沟通能碰撞出不同火花 找到解决事情的新点子 大爱新闻黄一姐李建欢台北报道 美国哈佛研究 孩童在六岁之前是发展的黄金阶段 亲子们共读对于小朋友的大脑发育 以及语言发展都会有正面影响 鼓励家长从孩子零岁开始 就可以读从纯文向的书本 渐进式的转为图文并茂的绘本 让孩子逐渐爱上阅读 送给每位产后妈妈堪乃馨 还有阅读礼带 不只是市长夫人 也是小儿科主治医师的陈佩琪 在母亲节前夕 鼓励家长从零岁起就开始亲子共读 针对她的颜色来去看 然后再大一点的话 就可以告诉她这是动物 透过简单的图片跟孩子开启 对话互动 刺激脑部的认知发展 根据美国哈佛研究 儿童大脑在六岁前 95%完成发育 五岁前感官跟语言更达到最大发展 显示出选宁前更是儿童发展的黄金期 小孩子的语言能力是从出生的时候 如果能够透过父母 能够给他不断地在 透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来教他 对相关的语言 小孩子以后的语言的发育 所以有很大的好处 医师建议 家长可以依孩童势力发展 安排合适书籍 六个月大后 可以给孩子好抓握 并发出声音的童书 亲子共读 不只培养孩子阅读习惯 更是增进家庭关系的最佳时机 带雪黄静庭科兴至台北报导 明天就是母亲节 佛誕节 全球慈祭日 三节合一的殊胜日子 而花莲和台北 都会各举行一场巨佛大典 今天在花莲靖思堂 就汇聚了200多人的前程道行 进行总彩派 好 一起 右 左 右 温热的午后 慈祭四大职业的员工 还有慈祭志工 为了13号的玉佛大典 正进罗密谷的排练当中 入玉佛台还是要两两对齐 不累是骗人的 安静下来 把那一份心洗涤干净 能够再出发 所以这一年一度 这个是安静新年最好的时候 抬头挺胸 要有去 要去凌三的感觉 要去朝圣 经过反复不断的排练 队形一次比一次整齐 在静思经社法师的带领下 齐心呈现庄严的道场 感念佛恩 亲恩 众生恩 透过佛在凌三让每个人去了解 他心中自有佛 所以他是一个大开场 所以他就很重要 尤其是四大职业的主管 结合如何来恭请金色师父 来为大家讲这个佛在凌三的意涵 今年位于正中间的玉佛台 由宇宙大绝者围绕的水利方 象征感恩与珍惜 众人也用虔诚心为天下祈福 大约新闻 江教育 邓明仪 华联报导 另外在台北中正纪念堂 也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玉佛大典 志工群是全员动起来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罗斯丁 共同成就这一场佛教界盛事 就要带您看到幕后的机动组 以及交通组 他们所做的各项努力 纸上谈兵是为了实地操演 预佛大典倒数计时 慈济交通组连续六天 每天清晨六点半就到中正纪念堂待命 单纲的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消防队退休的慈济志工李志南 活用过去的实战经验 就感觉责任很重大 因为要顾安全 还要顾到实际的人文 所以我们在人流的控管之中 就分断管控 临近捷运站的每个出入口 沙盘推演 尽量我们这条动线一定要给他们顺畅 那当然盲点就是说 你下到阶梯这边要转弯的地方 一定会卡住 我们会请师兄一定要排除外来 让他们通行无阻 为了搭建玉佛台和周边布置 机动组每个环节环环相扣 也有人在过程中被钉子划伤 赶紧到慈济仁医会进驻的医疗站消毒包扎 人人缩小自己成就的将是周日当天的庄严玉佛 在新闻真善美职工台北综合报道 全台各社区也接连举办玉佛活动 包括了今晚即将在桃园市府广场前 举行夜间玉佛 而事前的各项筹备相当的繁琐 不只职工群齐心付出 还有一位街友也相当热心的投入 桃园市府广场前第二次举办玉佛活动 前一晚慈济仁就来布置玉佛台 1800张的椅子也运送到现场 而最考验志工的不是搬运 而是如何展现庄严氛围 要把椅子摆放整齐 就是门大学问 纵向的时候把距离标出来以后 横向的就拉紧以后 每一个黑点就是一个椅子 正中心点这样摆 大太阳下画点做地标 还有一位街友加入 他原本夜宿在广场计划要北上 但没盘缠 这两天又没吃饭 志工送早餐还要带他上台北 预佛嘛 搬预佛 现在正在准备工作 请他来一直在做志工 晚上就预佛 你刚好就约好三重的晚上会来接他 刚好这个因缘就非常巧合 大病出狱的李明炳 不能太劳累 但又不想错过付出的机会 其实说在那么多师兄一起来帮忙 其实再重的工作大家分摊以后都会比较轻松 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因缘 要一同用欢喜迎接育佛活动的到来 大爱新闻至上美志工 明洪琪 李美如 陶宇报导 预佛让母女的心更为靠近 这对母女是来自于越南 妈妈其实到台湾工作已经非常多年了 和女儿总是聚少离多 而去年女儿刚刚申请到台湾来读书 也得以修复失去了亲情 两人在妈妈的雇主热情邀约之下 共同参与了今年预佛大典的情形送演绎 在一个市场的价格 你要欢迎接受 在教室里努力听课抄笔记 她是来自越南的阮氏青锤 来台湾才半年多 中文还不是很流利 除了上课 偶尔还要到工厂上班 接下演艺任务后 变得更忙碌了 现在我们学中文很难 打鼓和上课 我很累 对啊 没有实现 常常是考试练鼓两头烧 每周还要从中立来台北练习 让她一度想放弃 使妈妈给了她撑下去的动力 这家好像她也知道我 我去台湾的 所以你看她的良心 没有这么害性的 孩子四岁时 妈妈就来台湾工作 几乎是透过照片看女儿长大 如今青锤都18岁了 母女相处的时间却不到一年 她说刚好母亲结婚 她说十几年没有跟妈妈在一起 她过来她说 好我要努力 我不要给四姑跟妈妈失望 所以她一定要努力 很感动 可以跟着好朋友一起玩耍练鼓 再累都很值得 不过总裁陪这天 却出现突发状况 太多指令走位一时无法消化 让求好心切的她 忍不住落泪 在天阿花也在看她了 努力打起精神 希望演艺尽善尽美 因为母女俩能够同台演艺 将成为她最难忘的回忆 戴爱新闻周辰 柯信志 台北报道 国际瞩目的川金会 时间地点终于是拍板定案了 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 而会选定新加坡 主要还是由于新加坡的政治中立 能够确保两国领袖的安全 同时也因为新加坡的 维安层级相当的密实 因此却贫中选 全球最顽固的领导人 川普和金正恩 高峰会的时间地点总算敲定 有亚洲和西方国家 门户支撑的新加坡 却贫中选 川普属意的板门店出局 令人大感意外 但事实上 美国有更深一层的政治考量 抛开历史和政治包袱 一贯主张中立的新加坡 赢得美国和北朝鲜的信任 各自维持正常外交关系 加上举办世界级会议经验丰富 2015年的马席会 维安滴水不漏 更给了白宫领感 川普也不必冒着风险 像文在寅这样 被牵着踏上北朝鲜的国土 然而川金会落脚新加坡 让北朝鲜政府伤痛脑筋 如何让金正恩 搭乘60年代制造的老旧飞机 从平壤飞到4800公里外的新加坡 再在考验北朝鲜的后勤能力 川普政府也没闲着 国务卿蓬佩奥飞往南韩 重申川金会的终极目标 虽然蓬佩奥对无核化 展现十足信心 但是北朝鲜强硬派 将和武视为对外谈判的唯一筹码 北朝鲜是否丢掉这张王牌 还有待观察 大约新闻中不现编译 十年前的今天 2008年5月12号 大陆汶川发生了规模8.0强症 当时造成了8万6千人死亡 如今时间是悄然流逝 腿皮的防射重新都盖了起来 不过失去至亲的伤痛 却如同再也盖不起的散沙一般 一触碰就容易引发悲伤至极 倒塌的校舍 破裂的时钟 这里时间仿佛从十年前冻结了 回到2008年5月12号下午2点28分 规模8.0强症 探动整个四川 一席间无数家庭天人永隔 我的儿子就在北川中学 这个地震一个礼拜以后 我才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川中学遇难 这个当时我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 天没有塌下来 地却已经被扯开 四川人的心更硬生生被撕碎了 当时倒塌的校舍把5000多名学生的青春热血 一同埋进灰暗的瓦砾堆下 跟着老奶奶回到地震前竹的地方 原本遮风避雨的家 只剩四面崩裂石块和破碎屋顶 一景一幕都是抹不去的伤痛 那些念念不忘的细节 随风一直盘旋在空气中 一呼一吸间 偶尔随着思念化成泪水 在走进更深入的村庄 迎面而来的只剩断圆残壁 这就是我的大门 大门推进去 屋子根本没了 回想起地震当时 仿佛噩梦一般 我就是朝处看 我的高大的房子踏平了 踏平之后 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眼睛 我就是哭 我的祖先烦啊 十年不长也不短 伤痛没来得及淡去 如今新盖的大楼已四处淋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达爱新闻 黄正廷编译 辞济在川阵发生之后 短中长期的援助始终都没有断过 也见证了孩子的睡变 像是画面当中这一位 他叫做刁春燕 当年地震发生时 他才12岁 由辞济援助就医 得以顺利求学 如今已是一位坟领上班族了 有一份安稳工作 更不忘每个月都要存善款住人 注写更多人 要跟家人生活 考讯常和租与 Yasir им 不要做收费了 我要救她 吃 住 行 醫療 衛生 防禦 在區裡 孩子總是讓志工最不捨 吊春彥那一年12歲 有先天性髖關節脫胃的毛病 走入上學都有問題 走到一公里 就走不動了 對 這邊就是大腿這邊就痛 家裡窮又逢地震 雪上加霜 爸爸想帶他去開刀 卻無能為力 志工決定助他一把 來到成都完成手術 當醫生 當醫生 為什麼想要當醫生呢 你當醫生 能幫別人動手術 2010年記者再來探望 當年醫院的景象 讀中學的村彥一筆一畫 都是感恩 走過十年 現在的他22歲了 考上美髮造型師 在城裡有個好工作 是老闆的好幫手 這個比較活潑 青春向上積極有正能量 天裡的活他也做得勤快 是媽媽貼心的女兒 謝謝次姐幫我把村彥的腳也好 等於說他現在也可以幫我幹家婦了 現在的話就是走路也不疼了 然後也可以幫忙給爸媽減輕一點負擔 然後現在就還是挺好的 雖然沒當成醫師 助人的承諾他一直都記得 幾十塊錢對於我來說 每個月是算得了什麼的 就相當於就是一個 自己的多餘的一個零用錢一樣 這也是志工當年 送上竹筒時最大的祝福 那錢可以拿來幫助別人喔 帶來新聞葉平 四川報導 今天在四川露水的慈濟服務中心 也舉行了一場感恩會 命名為汶川十年再相聚 台灣慈濟人應邀而來 見證了十年的歲月 四川所啟動的愛心善效應 十年前輕輕踏上 十年後穩穩站住 落水慈濟服務中心 台上演的是強正當時 真實故事 這回憶綠綠在目 那時候就鼓勵他們用這個打麻將的雙手來做環保 那他們現在呢幾乎是用他們的雙手來做慈濟 知道我今天看見他一下我就想哭 因為對我們漢王的子宮表 父母親對我們這些還要關心 還要愛 那我們實際的教育呢 十年再相聚 菩提已成零 就輕輕輕地踏上了我們這片受災的祖地 第一月在這個世界我們是切走便宜師 給了我們債券人們厚厚的愛 從九一年進入到中國二十多年 怎麼從一個手心向上變成手心向下 出來付出的做志工 然後自己也成為做不成為一個實際人 行動慾佛專為行動不方便 因病因忙的人輕鬆到府 在菲律賓溫馨的場景一幕接著一幕 得知有會員法卿每年都來參加慾佛 但今年因為生病無法前來 志工主動驅車前往一一拜訪 就在家中宇宙大絕者前 一盤香湯一盤香花 簡單儀式讓老人家心開懷 感恩佛祖也不忘母恩 此一志工吳婷婷特地把佛陀帶回家 讓失智又生病的母親 也有機會母欲佛恩 行善也行孝 更要把育佛的歡喜提前送到 帶來新聞雅官王玉珍菲律賓報導 慶祝母親節一連串孝親感恩活動 教導小學生藉由貴席奉一杯茶 傳訂真情 而在台東偏鄉 很多都是隔代教養的家庭 阿公阿嬤在接過這一杯茶 擁抱的那一刻都是淚眼朦朧 不斷反復練習 因為孩子們即將迎接重要的溫馨時刻 第一口茶謝謝您們養育之恩 當中有些孩子都是由爺爺奶奶一手帶大 在母親節的前夕 他們也將大方的傳達心中的愛 雖然儀式就在穿堂舉行 簡單卻不失莊嚴 全校一百多位孩子都來參與 現場氣氛是溫馨又感動 出生到真正都是我在家 都在家 所以我不知道我學到現在學到 看到一年級 所以我感覺很驚慌 透過這次的風茶活動 也看到孩子將平日所學的禁思語 深深地融入到行動中 帶信用這場美知公 楊樹山林素月台東報導 小時候很多時候都是爸爸媽媽幫忙 梳頭髮 綁頭髮打理門面 不過當我們長大之後呢 您有曾經為父母親 輸過頭髮嗎 今天就有300對的親子親身體驗 爸爸的眼睛 300多組親子齊聚文化中心廣場 奉上一杯茶說感恩 上一次公敬的為母親奉茶是多久前呢 這位媽媽等了七年 大半的時候 大半的時候 好久喔 七年 對 好久 好老 等到又一次碰壇 很開心啊 孩子大了 忙了 忽略對媽媽表達愛意 高雄市教育局特地號召親子 一起把愛化為行動 像是為長輩輸輸頭 這一組一家四代都出動 一歲的幼兒首次拿梳子 搶著幫曾祖母輸 哥哥媽媽就負責按摩 這一案才知道老人家筋骨 痠痛的困擾 你來平靠頭很長嘛 就知道有些人都會 接到大家的眼睛就丟了 86歲的曾祖母好感動 我們啦 這麼大也會好 是我好氣啦 就是這些孫子大家都對我是很好啦 透過活動感受子孫的貼心 就是這群媽媽們 最開心幸福的時刻 大愛新聞 陳一貞 陳立委高雄報導 此季仁姻會前往苗栗 以及台中醫診 不只醫病也透過畫家常 撫慰長輩們的心 阿嬤因腸胃問題剛出院 阿公有腸尿病 行動不方便 孩子因故不在身邊 有些悶悶不樂 仁姻會親切問候 一個小麵包打開畫匣子 阿嬤不得 阿嬤不得 這是阿嬤的 又香又甜又好吃 又香又甜又好吃 對 叫阿嬤不得 你看 阿嬤不得 除了苗栗 卓蘭 台中新社也有仁醫會的身影 你不懂事做的 你也做你不懂事做的 你不懂事做的 你不懂事做的 偏遠鄉鎮 許多年輕人外出打拼 留在家鄉的一大半都是老人家 每次看到醫師及志工到來 就向老朋友見面格外親切 給我最大的心得就是 我覺得我都沒有很久 沒有好好陪伴家人 他們想要的也許不是很多 我就是離在他們身旁 一整一病也一心 陪伴是最好的禮物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苗栗綜合報導 育佛敵心的真諦 台北慈濟醫院的醫護團隊們 化為行動把關懷帶給街友 提供了健康諮詢服務 也舉辦簡易育佛 在台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的 帶領下 莊嚴的育佛典禮 在遊民收容中心展開 有些街友雖然行動不便 但也堅持參加 希望能沐浴佛恩 祈求一切平安 讓他們能夠洗滴心裡的一些 不管是污垢也好 或者是他們的委屈也好 希望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心裡都能夠很平安 這裡的街友多數身體有病痛 大衣王們還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協助他們解除病苦 像這位朱先生 後背及手臂的皮膚 有許多大小不易的紅色斑點 趙友誠院長馬上拍照 請院內醫師協助處理 我現在把你的這個照片 傳給皮膚科主任 然後我再請他們拿藥來給你 瘦弱的杜女士左腿腫大 是右腿的好幾倍 這樣的狀況已經有六年多的時間 嚴重影響生活 醫師也安排她到台北慈激醫院 做進一步檢查 今天剛好有這個機緣我很感恩 要不然我本來打算就放棄了 心裡也很害怕 可是又很緊張 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今天聽家醫生講 我就是覺得至少有抓到一線希望了 那醫生他們也都是很耐心的來回答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機會是很好的 我相信說對他們來講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台北慈激醫院也希望藉由此次的 健康諮詢與關懷 讓藉由們感受到社會的溫馨 未來也將提供更多的醫療協助 大約新聞王玉芬 莊國雄 台北新電報導 收容所畢竟資源有限 醫療資源就是基本的結紮 或者一些狀況可以處理 那比較嚴重的 其實這裡是沒辦法處理的 公立收容所的飼養的一個數量 跟最大的飼養空間部分 大概微差大概70%到80%之間 從這些的數據來看 人體入所的壓力還是大於 出所的壓力大 北市木柵的福德坑環保富裕園區 是全台灣第一座 由垃圾野埋場 轉型為太陽能發電站 被稱為能源之秋 平均發電量一年會超過200萬度 未來還要進一步規劃成為 綠能環保的示範點 我可以直接透過這裡去看 現在太陽光的聚焦點在哪裡 透過特殊面板 可以讓使用者順利聚焦 太陽炉還能隨著光線移動 360度旋轉 太陽光照射到這個 泡屋面的反射面板上時 然後就透過反射 將它的光能跟熱能 集中在中央這個焦點上 那它的最高溫度 可以到200度C左右 您這樣一倒下去多久會好 您覺得 台北市長柯文哲現場示範 太陽能廚房 尖殼彈不用三秒鐘就能完成 烘調零污染 為了推廣低碳生活 邀請民眾在週末假日 來到全國第一個 由掩埋廠 轉型成太陽能電廠的 福德坑園區 用手機解鎖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磁扣 現場除了電動車展示 所有攤位也加入環保元素 像是這款文具用品 竟然是用廢棄的 稻殼稻殼做成的 農民他們會需要清理田嘛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可這樣再次利用農業被吸污 是可以減少一些空物的產生 06年的1月中旬就開始發電 本來的設計是一年要200萬度 結果到12月中 差不多花了11個月 就已經發電到200萬度了 等於把一個以前是垃圾園埋場 大家都不喜歡的地方 現在變成一個類似觀光聖地 將福德坑視為綠能環保示範園區 未來北市也將複製成功經驗 在南港的山豬窟野蠻場 設置一定比例的太陽能光電系統 大家新聞周辰簡原集 台北報導 樹木要能撐得過颱風的考驗 樹根就需要有寬廣的生長空間 不過高雄市府卻打算 把愛河的綠帶大改建 也就是原本寬闊的草地 將會被大面積的水泥給覆蓋 因此這大樹的根系也會被斬斷 恐怕健康堪率 河東路的愛河畔 原本像這樣有大面積的綠地 只有一小部分是人形步道 但現場圍齊了鐵皮 正在進行改造 怪手持續施工 挖除的不只是原本的水泥 連綠地都刨除 預計將改造成一整條 大約五米寬的人形步道 橋木樹根被整圈包起 要灌漿做成水泥座椅 但這樣樹根能呼吸嗎 引起護樹團體的關注 你看到沒有 它本來根系空間是長得非常的寬敞 其實根系比我們想像中的淺 它要靠寬度才能夠站立 才能夠健康 結果你把它寬度根系 八成都切掉了 你覺得颱風來它會倒嗎 當然有可能會倒啊 護樹團體憂心 大樹的根會被傷害 長期下來更可能會危害樹木健康 景觀改造的愛河畔全長公 七百五十公尺 每年燈會都會在這裡辦活動 顧慮到遊客安全才把人行道擴大 原先水泥的原道 我們把它整個跟河岸邊的水泥步道 整個在做一個合併的動作 合併完之後 它確實它水泥鋪面 它有增加百分之十九的一個面積 但綠地卻只剩下百分之三十 愛河畔的濾警恐怕受到影響 大愛新聞陳一真 陳立委高雄報導 睽違多年將要在這度踏上 英國皇室紅毯的也就是下週六 英國哈利王子以及美國女星 梅根的大喜 婚禮地點選定在溫沙鎮 預計會吸引十萬的平民前來共襄盛舉 除了維安滴水不漏之外 整個溫沙鎮從店家的裝潢 一直到柏油路 全部都要重新整理過 具有穿透力的喇叭 振奮人心的鼓聲 加上整齊畫衣的步伐 英國伯科俊溫沙鎮 隨著這一天即將來臨 逐漸熱絡起來 哈利和梅根一向親民 英國民眾對婚禮的期待 從熱絡的互動便可看出端倪 為了迎接皇家的婚禮 溫沙鎮的道路得重新鋪過 婚禮舉行地點溫沙城堡 附近的商家也加緊腳步重新裝潢 溫期還沒到 小鎮已經弥漫著派對氛圍 處處可見兩人合照 出現在各式各樣的紀念品中 到時預計將吸引十萬民眾 一同共襄盛舉 當天只有六百位兵客 能進到聖喬治禮拜堂觀禮 另外兩千六百四十位 能進到溫沙城堡裡面 剩下的上萬民眾 只能在城堡外圍的街道上 一同分享喜悅 人潮多 回安更要做到滴水不漏 走在小鎮的路上 隨處都能看到 鵝槍實彈的警察巡邏 另外大部分 通往小鎮中心的道路 都進行管制 也利用車牌辨識系統 過濾可疑車輛 這是真正的挑戰 因為祝福的性格 和安全性格 並無法搜尋 十多萬人 想進行街道 另一頭 這群人也忙得不可開交 哈利和梅根完成婚禮儀式後 將搭馬車在溫沙鎮巡遊 從馬兒身上的一根毛 到馬車燈罩的玻璃 絲毫都馬虎不得 溫期進入倒數階段 全球都秉襲一帶 大新聞黃靖廷編譯 大家晚安我們請來關心 今天的天氣 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 請大家呢 這麼好的天氣 一定要帶媽媽去外面走一走 吃頓飯也好 也可以參加各種的 育佛的活動 這個請大家可以走出戶外 體驗一下 一起來祈福 希望台灣可以更好 整個天氣非常的穩定 沒有什麼系統影響 太過穩定了 反而西班部空氣品質比較糟 這兩天呢 有一個擾動在這個地方發展 不過要如果成為颱風的話 應該不會影響台灣 各位可以放心 未來要改變 可能要等到下個週末 不過目前來看又不穩定 現在為止各種的跡象 還看不到美羽封面的跡象 所以請大家留意 希望它可以正常來一點點 所以下個禮拜天氣 大概就是熱熱熱熱熱熱 上看三十五六度的溫度 特別在台北都會地區 請大家留意了 大致上可以把東一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可以收起來 你至少留個一件就可以了 就是長袖的衣服 這種棉被或是床褥 也可以收起來 不然下禮拜 就像夏天一樣 熱的讓你受不了 下禮拜可以轉換一下 那這幾天西班部 空氣品質比較糟一點點 不過是到達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級 這個都是大氣光化反應 各位知道這個問題的話 你可以想見 其實很多媽媽 在廚房裡面工作的環境 遠高於戶外 很多很多 為什麼會有這樣 當然跟我們西班部 下雨有關 整個山區 偶爾有一些短暗性陣雨 但是應該說不是很大 但是下禮拜三次之後 開始增多 那這兩天我剛才講過 空氣品質比較糟 各位注意 它的指標是屬於 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各位注意 如果你在家裡 媽媽每天煮菜的話 這個抽油煙機沒有很好 或是你還是吃很多肉 它需要很多的熱量去烹調的話 去煎煮炒炸的話 其實這個媽媽的環境是 早就是屬於紅害等級 媽媽的環境是比我們戶外的環境 廚房裡面的環境比這個糟很多 所以我們每個子女可以去檢查一下 家裡面廚房的環境 是不是夠通風 是不是我們烹調方式有一些改變 你只要有人改變 我們家裡煮菜的時候 至少可以到達普通等級的水準 所以請大家愛媽媽愛多一點 不要只吃飯 了解一下空氣品質 給媽媽一個好的環境 這是我們每個子女可以做的 這幾天晚上 其實今天晚上天氣是還不錯的 各位可以看到都不錯 然後預計禮拜天白天 稍微熱一點點 北部33度 所以傍晚的時候 在這個自由廣場的溫度 其實很舒服 溫度就會降下來的 有一點風 但是不算太大 整個西班部都是穩定的 但是空氣品質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是傍晚的時候就會降低 初好濃度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轉夏季高溫 炎熱的天氣 熱熱熱熱 就是下禮拜的情境 這個週末還不算太熱 下禮拜真的會熱 午後要防中暑 要做防曬了 下週午後震雨稍微略增一點點 溫度上開35 6度 這個就真的夏天來了 請大家要準備一下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更多內容都歡迎您上 大愛全球新聞的臉書粉絲頁 都會放在上頭與您分享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新聞 感恩您的加入我們再會